弟兄姐妹们 主日平安 再次的我们回到诗篇当中的学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每晚感谢你每一个主日的到来 你恩典的记号告诉我们 提醒我们 您是创造世界宇宙温物的主 你是世界的主宰 您也拆解了你的独身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然而战胜了死亡 偿还了罪的功架 好让主日成为复活日 让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与主同在在天家的盼望 今天我们要借着您的话语 来学习 来照须我们属灵的生命 坚强我们 借着您的话语 为我们脚签了灯路上的光来 指引着我们 是的 在这末世的时代 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 您的灵 您的话语 来照亮 来带领 来扶持 来帮助 来维护着我们 好让我们继续能够在这个 幽暗的世界 为你做一个 美丽的一个建筹 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罪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物 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福气 赐给这个特权 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您的话语 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一切祷告 祈求都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的43篇 我为大家来念 诗篇43 这里说到 神啊 求你生我的冤 向不虔诚的国 为我边去 求你救我脱离 诡诈不义的人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厨地的欺压 时常哀痛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是的 他是我们的神 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在这个诗篇当中 我们继续和上周一样 看到的是大卫 大卫在一个艰难 困苦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的感叹 他的呼求 他信心 他将信心交托在神那里 他认识到 能够回到神的圣经 能够再次地回到主的家中 回到神那里 来仰望他 称赞他 这是他的喜乐 这是他的福气 这是他所喜悦 他所愿望的 是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认识到的是 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 不是永恒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 不过是七八八十年 摩西怎么说呢 摩西在诗篇的第九十篇告诉我们 摩西在诗篇的第九十篇告诉我们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 若是强重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无非而去 七八十年 七八十年 所以在这个永恒的生活 因着罪的缘故 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七八十年 其实呢 是一生叹息 一生叹息 是劳苦愁烦 那是劳苦愁烦 而且经过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 为什么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呢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劝了神的荣耀 是的 我们都在一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 我也提醒我自己 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 世界上的事情看得非常的重 哇 我在这个世界中 这个不顺 那个不好 当然 因为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为基督 我们要认识到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这里不是我们的基督 这里不是我们常住的地方 我们不过是客里 我们不过是客里 就好像那些信心之父一样 他们等待到 期盼的不是这个城市 不是地上的城市 乃是永远家乡的那个城市 造就那个城市的 建造那个城市的 就是主 在那里不需要亮光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亮光 就是我们的亮光 所以我也提醒我自己 我也提醒大家 也借着神的话 也让我们得到这个造就 世界充满罪恶 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是罪的缘故 而我们为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盼望 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 是什么呢 天家的盼望 远永恒的一个盼望 永恒的一个盼望 所以在世界上 我们要认识到 世人都犯了罪 亏切的神的名料 连一个盼人都没有 连一个盼人都没有 罗马书第三章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斯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 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 没有行善的 一个也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世人都犯了罪 亏切了神的荣耀 不代表在我们这里 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希特勒 但是我们借着自己的能力 没有办法达到神 而因为罪 出满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在撒旦的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必定受到一些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个诗篇 诗篇当中 我们就好像和大卫一样 就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当我们受到这样的时候 不要以为稀奇 不要以为稀奇 另一段经文 也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圣了世界 耶稣圣了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有平安 虽然我们在世上必有困苦 必有苦难 所以苦难是我们必经的 苦难是我们必经的 而且这些苦难呢 有时候是很针对性的 是非常针对性的 有时候无缘无故 会受到欺负 会受到冤枉 就好像大卫这里说的 求生我的缘 为我便去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是的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约翰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 三十三节告诉我们的 在这个世上我们必有苦难 必有苦难 而这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什么 还没有做什么 而是在世上有苦难 苦难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的 所以因为我们基督徒 刚才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在撒旦的这个世界 而在这撒旦的世界呢 将会充满着罪恶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 这里说到什么呢 你们是处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提出是杀人的不守真理 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事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基督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为何不信我呢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世上 他们的父母是魔鬼 魔鬼是这个幽暗的世界 我们会受到欺负 就好像大卫一样 就好像大卫一样 很多时候都是魔鬼撒旦 设法来打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受挫 让我们的见证受到损害 因为这是魔鬼的轨迹 魔鬼的攻击 但这里这样可以告诉我们 来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已经胜了世界 他已经为我们铺路 他已经胜了世界 他已经胜了世界 耶稣战胜了 得胜了 我们也必然得胜 而且不仅如此 在撒旦的攻击之下 神给了我们什么安慰呢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你们所依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忍受得住 是的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祂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得了多少 因为接着这样的一个忍受 这样的一个锻炼 坚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容易吗 不容易 走过的时候 当然是不容易 但是在这一切当中 神都是因着爱我们 让我们走过 坚强我们 教导我们 带领着我们 在西伯来书 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五节 第十二章第五节 你们又忘了了 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子不可侵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于边党 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受人 受的是神管教 你们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远有儿子 不被父管教的呢 管教 原是众子 所供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 在这我们有 曾有生生的父 管教我们 我们善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跟当 顺服他得生吗 生命的父 是暂且随己意 管教我们 为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意图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 有份 是有时候 神是在管教我们 有时候 神是让魔鬼撒谈 来试探我们 在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呢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忍受 要学习 让我们得意图 凡受管教的时候 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是因为 要试炼过的人 结束平安的果子 就是意 结束平安的果子 就是意 在这次受到管教的时候 或者是受到试探 母给试探的时候 刚才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第十三节 神必开路给我们 神必开路给我们 所以不管是 因着神的管教 还是魔鬼撒谈的攻击 在我们受到 走过艰难的情况的时候呢 在我们和大卫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认识到 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 他是打全能的神 他的主权 这是他的主权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求神来帮助 要是我们有罪 求神设立 要是来试 魔鬼的试探 求神借着他的力量 他的话语 来带领着我们 这也是这个诗篇告诉我们的 我们来看第一节 神啊 求你生我的缘 像不虔诚的国为我便去 求你救我脱离 诡诈不义的真 求神来生冤 求神 但是要确保自己什么呢 确保自己政治 我们要确保自己政治 所以要是我们觉得 这个不是神的管教 这个是 就是魔鬼撒旦 借着他的这些人 来欺负我 我要怎么办呢 求神来帮助 求神来帮助 要确定我们自己没有罪 确定我们没有罪 那实际我们犯的罪 当然要受到管教 要是我们认为 我们没有犯罪呢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试探 神让魔鬼给我们的一个试探 但这个我们要审查 我们自己就好像约伯一样 约伯一样 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约伯记的第一章 乌斯蒂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第一章第一节 那人完全政治 敬畏神 远离二世 第五节 艳艳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字节 他清早起来 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 心里翻记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罪 心中欺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行 约伯常常真心 他不仅为自己的罪 为孩子的罪 来做什么 献上翻记 他敬畏神 远离二世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他是给了我们一个见证 给了我们一个反样 所以当我们求神 来生我们的冤 为我们编辑的时候 我们也要确保 我们就好像约伯一样 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要是因为我们 敬了二世 受到惩罚 这是理所 当然是应该的 但要是我们不是的话 要是我们真的是正直的话 我们敬畏神的话 我们远离二世的话 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活的话 但我们可以求神 就好像大卫求神一样 来生我们的冤 来为我们编辑 我们也知道 神将是我们最好的审判官 也是最好的辩护律师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这里说到第一节 我小子们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宗宝 这是那一者 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我们的宗宝 因为他是我们的宗宝 他正在我们与神的中间 他为我们辩护 他在魔鬼杀他之前 辩护着 照顾着我们 抵挡着魔鬼 所以我们要行在一路上 我们要行在一路上 要是我们行在一路上 好像约翰一样 我们就可以和大卫一样 来说 神我的愿 为我编去 他也会如此的行 神也会如此的行 因为他是完全公益 正直的那一位神 完全公益 正直的那一位神 他会为我们 编去 在圣经当中 不只是约伯 也不只是大卫 我们有其他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就好像莫迪改 莫迪改 还记得吗 莫迪改在 以色列席 莫迪改 行为正直 他帮助了神 神也最后来帮助他 连哈曼也拿他没办法 连哈曼也拿他没有办法 是的 神生他的愿 为他贬去 让神 他的国王来祝福着他 这一切不是借着他自己 乃是借着神 乃乃是借着神 所以我们要求神 要是我们在生命当中 受到什么样欺压的时候 受到诡诈不义的人 欺负的时候 他们环绕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呢 神啊 求你生我的烟 为我贬去 为我贬去 是的 这个是非常不义 我们在工作厂车上 我们时常见到 诡诈不义的人 做生意的人 也见到诡诈不义的 竞争对手 在我们学校当中 同学 也有一些诡诈不义的一些人 到处都有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事整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但我们不要做的 就是跟随着他们 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做吗 做一个虔诚的人 做一个正直的人 做一个像约伯 这样的一个人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因为您 第二节 因为您是自我力量的神 为何丢弃我呢 我为何因处地的气压 常常哀痛呢 是的 求神来救我们的时候 求神借着他的力量 借着他的力量来帮助我们 所以在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将眼目转向我们的神 眼目转向我们的神 借着他的力量 借着他的全能 这些都是他的赎兴 求神如此的来帮助我们 是的 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哪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神 那这些诡诈 不义的人 不清晨的国 在神当中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你不讲你啥 都能够成为赤草的一位 这些人还算是什么呢 还算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伟大 他不是不会听 他不是听不见 他不是湮灭不看 不是 他在他的时候 他会来伸手 来帮助 来扶持 但在这一切当中 他将继续是那位信实的那位神 所以我们要认识 神的力量 神的全能 神的力量 神的全能 而在这一切当中 因着他的力量 他的全能 即使我们受到弃案的时候 我们也要认识到 神不是不帮助我们 也许是时间还没有到 也许是神要让我们经过 走过这一段 艰难的日子 为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到了天上 我们就知道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接着神的话 也接着神的属性 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 我们的好 为着神的荣耀 也是来助我们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过了 造就我们属灵的生活 坚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活出神的道 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 好像一 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所以在大卫这里说到 神啊 你可以帮助我 为什么我被丢弃呢 为什么我被弃啊呢 他不是说神没有帮助 他不是说 他只是说 为什么还要等这么久 还要等多久呢 让我们接着 大卫这样的一个呼求 我们也这样同样的呼求 我们在受过这样的磨练的时候 求神接着赐给我们 属灵的一个坚强 属灵的一个坚强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马可福音的第九章 耶稣第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立世 还能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是的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段 艰难的日子的当中 当有时候 求神赐给力量 不要丢弃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呼求什么呢 神啊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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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增加我的信心 来坚强我的信心 我不要因仇敌的气 哀痛 我要活出一个 活着的信心 活着的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当然不只是知识 不只是一个认识 神的属性背出来 不是 也是一个信靠 也是一个信靠 是一个知识 也是一个信靠 一个脑海里的认识 一个心里的相信 一个手中的信靠 将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 是的 我们认识神的全能 但我们也要认识 我们要信靠的是 神的全能 祂有全能 并不代表 祂能马上会行动 因为神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时间 我们眼睛看到的 不是神看到的 神看到的是 超越我们能看到的 祂所想的是 超越我们能够想的 我们也许在寂静当中 我们在辛苦的当中 我们看到的只是 我们眼前仇敌的气压 神似乎在丢弃我们 但神在背后的工作 我们看不到 有时候 没有不足的信心 看得到 没有不足的信心 看得到 就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求神也不丢弃我们 不应着我们 软弱丢弃我们 不应着 不忘记我们 但我们也知道 那信实的神 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我们不要用宠 我们的气压哀痛 我们要为神 活出一个健身 求神赐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力量 让我们能够如此的信 有一个活着的一个信心 不是死的信心 不只是在一个 只是背出来的一个信心 乃是一个活出来的一个信心 活出来的一个信心 我们不只是有知识 也有信靠 在为什么没有答案的时候 继续地相信 在囚迪欺压的时候 还到时候 继续地求神 神啊 到几时呢 到几时呢 帮助我 帮助我 救我 不要丢弃我 不要丢弃我 这里大卫说 呼叫的 呼求的 不是因着他认为神 丢撇弃的他 他呼求的是 神你继续心动 你继续心动 神啊 不要 不要忘记我 不要丢弃我 赐给我力量走过 赐给我力量走过 而且不仅如此 你带领我 引导我 到你那里去 引导我 到你面前 引导我 到你的圣所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 和真实 好 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上 到你的基础所 神不只是不会丢弃 他 也会 引导我 神也在他的话语当中 告诉我们 引导性的旨意 引导性的旨意 在真言书第三章 第五 第六节 真言书第三章 第五 第六节 这里说到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耶和华指引我 指引我的道路 求神如此来帮助我 是的 在我们坚囊的时候 在仇敌围绕着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受欺负的时候 在我们受到君望的时候 求神来引导我 引导我口中的每一句话 引导我手里的每一个行动 引导我脚的每一个脚步 引导我心里所想的 引导我 引导我 行在神的一路上 为神活出一个好的见证 即使得荣耀神 即使得来荣耀神 而且如何的引导呢 是神借着他的亮光和他的真实 他的亮光和他的真实 来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第五节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亮光 亮光在哪里 接着你发出的亮光 神就是亮光 神就是亮光 因为我们要把眼目转向神来 引导着我们 接着他的亮光 指引我们的道路 他的亮光 就是接着神他自己 接着神他自己 因为他就是光 在他那里毫无黑暗 所以在我们走过黑暗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亮光 神就是那亮光 以目不转定的 定着那个亮光 让神的亮光来指引着 来带领着 来照耀着我们的道路 照耀着我们 因为在周围 在黑暗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亮光 而在主里没有任何的黑暗 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 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诗篇第43篇第3节 发出求你发出你的亮光 就是让我见到你 让我见到你 见到我的神 和真实 什么是真实呢 就是他的话语 因为就是他的话语 因为他的话语是完全真实的 他的话语也是光照着我们的 你记得吗 他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神也是完全真实的 他的话语也是完全真实的 所以在这里 当我们看到亮光和真实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子 圣父圣子神帝 神子他就是亮光 神就是亮光 神就是真实 在他里面毫无没有任何的虚假 没有任何的撒谎 他的话语也是亮光 他的话语也是真实 因为话语完全是真的 没有半点的虚假和谎言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二十二章 摩太福音的二十二章 第十六节 就打发他灯徒同西里党的人去 直接耶稣说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传实的道 神人都你不行几面 因为你不看外 你不看人的外貌 他是诚实的 神是完全诚实的 他的话语也是完全真实的 诚实真实的 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求你用真理 真理就是神的坏事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能够让我们成圣 神的坏事实的 神的坏事实的 没有任何的虚假 所以接着亮光和真实 就是接着耶稣 接着神他自己 接着他的话语来 引导着我们 所以我们居然经过死因的 有虚假我们也不害怕 因为有神来带领着我们 有神的话语来指引着我们 有亮光有真实 所以不怕这些诡诈不一的 虚假的这些人 不怕这些围绕着我们 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的 因为有神的地方 就有亮光 有神的话语给我们亮光 神他自己是亮光 有着真实 神是真实 他的话语也没有半点的虚假 没有半点的虚假 也接着这样 我们认识到 他的应许都是真实的 都是耶 都是阿们 都是真实的 所以呢 肯定的因着他的信实 他不会丢弃 因着他的信实 他会为我生缘和缘弃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在学习神的话语 我在认识神的时候 在学习有关神的本性 属性的时候 这是学习不完的 完美的这个神 而这样的一个学习 能够坚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所信靠的是谁 我们所信靠的是谁 他将一直地保守我们 直到生命的末了 直到生命的末了 他将带领着我们 因为他是亮光 他是真实 他不让我们 他是证实公义的 这些诡诈不应的人 他会为我们编曲 为我们生缘 他会保护我们 不让我们受到欺压 这一切都是他的意识 这一切都是他的意识 接着神 接着他的话语 这些都是特殊启示 让我们来认识他 所以因着这一切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 来到他吃恩的宝座前 撕给我们恩典的宝座前 得到随时的帮助 他的恩典也够我们的用 他的怜悯 能竭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的罪 虽向朱宏 他能够吸血 吸我 鼻血跟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认识神 因着他的话语 他告诉我们的 所以让我们能够得到坚强 让大卫能够坚强 让大卫说 是的 我在这样一个坚苦的情况之下 在这些不义的人 不清晨的国的围绕之下 就好像我自己单独一个人 没有人与我同在的时候 被欺压的时候 神啊 您的真理 神啊 您的真实 您的亮光 您画一的真实 您真实 您画一的亮光 引导我 带我来到您的身所 带到您的居所 我得安息 我得平安 在您的居所 我得保护 在您的居所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第四节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 呈现 是的 在这一切当中 我能够到神的圣殿 我们能够到神的祭坛 来崇拜他 来侍奉他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我想到我的神 我就欢喜 我想到我的神 我就喜乐 我想到我的神 我就得到安慰 我想到我的神 我就不害怕 我想到我的神 我就知道 在一切在他的手中 在一切在他的手中 我就要谈情来承携他 我在称赞他 来赞美他 因为我知道 他是那位能拯救我的 他是那位引导我的 他是那位真实亮光的 他是那位安慰我 让我来到他的居所的 他是那位保护我的 在他翅膀的影响 我的照顾 我的安慰 我的扶持 我的攻击 这一切 我要来赞美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经过生命艰难的时候 回到神的家中 能够回到神的家中 来仰望他 我们要来称赞他 要来称赞他 他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他让我们在他的居所当中 他让我们得到安息 他让我们不害怕 他引发我们来到他的身处 来朝见他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来称赞他 来朝见他 来侍奉他 来崇拜他 因为他就是神 因为他就是神 献上我们的礼 献上我们来到地坛 来欣赞我们的 就好像约伯一样 欣赞我们的 是的 在这一切当中 神继续地来帮助着我们 我们继续来倡述 上主伟大全能 来称赞他 我们继续以心灵和诚实地来崇拜着他 回到神的吉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主日 为什么来崇拜 让我们的心 来朝见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专注我们的神 让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一周六天的烦恼 烦恼 愁烦 一切当中呢 我们回到神的身边 我们专注着神的面 借着神的亮光 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就知道了 在这一切当中 神依旧是在那高高宝座上的那位神 神即使是那位得胜的那个神 神即使是那位正直公义的那个神 神即使是那位唯一天上地上唯一得到应该得到送赞的那位神 要谈情 来承赞他 来赞美他 这就是荣耀神 一生以神为乐 直到永远 什么事情都不能与崇拜来比较 因为在那里 我们来到喜乐的 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见到我的神 我就欢喜 我就快乐 见到我 我的面 我就欢喜 我就快乐 不只是 不是要等到说到天下才欢喜快乐 就在最艰难的时候 这也提醒着我自己 也提醒着大家 最艰难 最困苦的时候 见主的面 最欢喜 最快乐 因为他是那位得胜的神 得胜的主 因为他是守约的神 因为他是不忘记我们的这位主 因为他是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因为他是信实 因为他是公义 因为他是良善 因为他是恩赐 因为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好处 没有任何的虚假 因为他是完全能神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从根古到永远 他就是神 我们来仰望着他 来仰望着他 所以呢 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和大卫一样 共鸣这一句话 在第五节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这被欺压的时候 好像没什么面子 但是我们的面子 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他是 神是我们脸上的光荣 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 是我们的神 他是那位得胜的神 借着他 我们得胜 所以不需要偷翻 不需要烦躁 不需要忧闷 唯一要做的呢 就是仰望神 仰望着 创始成终的这位神 仰望着 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 仰望着 信实公义的这位神 仰望着这位 爱我们的神 感谢神今天这样的一个教导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悲逆的世界 尤其是在这个末世 我们将会遇到更多 更艰难的困苦的日子 但我们不是因为这一切而说 哎呀算了吧 我们是因为这些 即使为主来做一个天生 认识约伯的榜样 即使为主来做一个正直的一个人 正直的一个人 神必不撇弃我们 神不忘记我们 神继续地来帮助我们 我们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能见主的变的时候 我们见到神的化与神的 真实神的亮光的时候 我们再次地认识到 信靠的这位神已经得胜了 不需要忧闷 不需要烦躁 带着喜乐感恩的心打来 我们有这位得胜的神 完全的主 爱着我们 爱着你 爱着我 照顾着你 照顾着我 照顾着大魏 带领着我们 他将会指引我们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地上七八十年 我们会有风风雨雨 但在最后呢 我们将会与主同在 直到永远 天到美丽的天家 所以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要是你们听到这段视频 要是你们要想 哇 基督徒 哪里来了这样的一个能力 不是我们 那是主 也来信靠他 神那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起信靠他的不治灭亡 反得永生 得永生 得祝福 与神同在 直到永远 求神也胜了你的罪 就要像神赦了我的罪一样 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感谢您 感谢您给了我们这段视频 感谢大会的这样的一个 辛苦的经历 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结晶 也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走过这个艰难的日子当中 神你继续地来拯救 你继续地来引导 神啊 求你如此地来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 借着您的话语 借着您自己 认识您的 认识您自己 让我们信心得到坚强 让我们得到喜乐 感恩 崇拜 侍奉 都是我们正确的回应 我们将这一切祷告 交托在神的手中 祝福您的孩子们 保卫您的孩子们 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 继续地带领着我们每一位 祷告祈求 都是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